哈囉大家好我是曼蒂 待在家也可以get ready with me 最近因為疫情影響的關係 保持社交距離的最佳方式就是 乖乖待在家 但待在家的同時呢 偶爾還是想要發發照啊 拍拍影片跟朋友視訊 這時候我們當然還是需要 稍微美美的 所以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近期的愛用品 以及簡單的日常妝容 因為我們是待在家 所以底妝就不需要太過厚重 那我現在挑選的是保濕的妝前蜜 它這種呢 它是比較屬於保濕款 可是它的遮瑕不會太過厚重 整體的膚色提亮 然後那個保濕的光澤度都有做出來 但如果你像我一樣有黑眼圈的困擾啊 或是一些痘疤問題的話呢 我們只需要再做局部的遮瑕就足夠了 然後如果你真的需要戴口罩的話 你臉部的粉沒有這麼厚重 所以戴口罩的時候也不會磨到太多的粉 再來底妝完成了 我要使用這一個 其實你賴床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超級好上衝 你可以快速完成你的眉毛 它是比較屬於三角形的眉膠 然後我畫的時候呢 先輕輕的刷你的眉頭 邊畫就可以邊把它刷開 它會有很自然的咖啡色 然後因為它比較三角 這邊可以直接從眉峰的地方 帶到眉尾去做一個俐落的感覺 而且它是只有很多顏色 我剛好挑到了一隻 跟我的髮色還有眉毛顏色非常混合的 接下來進入我們的眼妝 我特別挑選的是這種眼影洞單色的 它很方便 你只要用指腹呢 它的顯色力就會非常好 只是你可以挑選這種比較可可色啊 大地色系 讓你的眼窩更深邃 可是妝不會很濃 然後呢我在挑選了比較 有一點眉紅色的顏色 上在雙眼皮的下折線 下眼影呢 我挑選比較深咖啡的顏色 接下來我們要來上睫毛膏 使用的是捲翹睫毛膏 最後完成我們的眼線 接著呢我挑選的是 氣色好的腮紅 不會過於紅 但是一定會讓你的雙頰非常的粉嫩 再來呢我挑選了一個比較 精緻低調的打亮 它帶有一點點粉色系 妝容的最後一步呢 畢竟是宅在家 所以唇保養也非常的重要 這一隻就是萬年不敗我最愛用的 麥秀雷根護唇膏 我們上個保養 然後我挑選了跟整體的妝容腮紅都很搭配的 淡粉色系 擦在內側就好 然後再抿嘴巴 最後我們要來做頭髮造型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護髮 主要是你洗完頭髮的時候呢 一定是濕髮的狀態 所以可以使用量比較多的護髮油 在髮尾的15公分處 那又或者是你早上睡醒的時候 頭髮可能會非常的毛躁 我們可以先使用一點點的髮油 這樣子可以增添你頭髮的光澤感 還有頭髮的髮箱 那像我自己呢是天天使用離子夾 所以對頭髮的傷害算是蠻大的 這時候呢我會先使用一點點的護髮油 在髮尾的部分 可以做抗熱的效果 這樣子傷害也可以減少更多 我們看使用護髮油的效果 是不是看起來頭髮非常的柔順 所以大家也可以使用這個小技巧 如果你很擔心你的頭髮會受損的話 你可以在做造型之前先使用一點點的護髮油在髮尾 這樣子你在夾的時候就有抗熱的效果了 那我們就算宅在家也要美美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